今天为您分享了文章 贺双清 女人的性格里藏着她后半生的命运 她被称为清朝第一女次人 因为她身在农家却自学成才 留下了款款情深 甚至有人说 其情哀其辞苦 用双字之二十余叠 亦可谓神通广大义 亦安见之亦当必习 然而这样的才华并没有为她带来命运的转折点 从生到死短短二十年 她因为那场错误的婚姻 搭上了本该怒放的生命 别人也这样是生命深处的诅咒 月冷栏杆人不昧 朕几夜未松金寇 罔孤雀开向贫家 愁畜欲交无久 1715年在江苏的一个乡村里 贺家喜偏了一个女儿 因为是第二个孩子 取名双青 贺双青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秀丽 一点也不像是农家的孩子 长到七岁出了出色的样貌 贺双青对读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甚至学会了作诗 那时贺双青的舅舅在镇上的血管里做杂役 因为距离不远 贺双青便在父母忙于生计的空气里 偷偷跑去血管 先是找舅舅玩 后来便站在血管的窗外 认真听起了课 血管的先生看到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贺双青 便破例让他走进了教室 小小的贺双青是一个真土包的孩子 先生让他走进了课堂 他便在课下帮先生端茶地水 冬日天探 夏日打扇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 贺双青不仅能够识文断句 也认识了诗词的模样 只是贺双青已经十岁了 应该为嫁人做准备了 要知道村里其他人家和贺双青一样大的姑娘 几乎是不出门的 贺双青反抗过 但是母亲一句 别人也这样 就赌回了贺双青所有的语言 是啊 别的女孩子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照样能够做好人家的媳妇 你难道要和别人不一样吗 别的女孩都已经能够做针线女工了 你难道要和别人不一样吗 尽管贺双青心里是不认可的 可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反驳自己的母亲 只能选择做和别人一样的女子 别人也这样这句话 如同一个执念一样 刻在了小双青的脑子里 他知道他以后也会和邻居家的大姐姐一样 嫁到别人家 伺候别人一家 为别人生孩子 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 只是贺双青的内心 还是忍不住会想着读书 他偷偷请舅舅买来笔墨之宴 做家务之余就会写起诗词来 见过蓝天的鸟 怎么会真心爱上围墙之内的鸟龙呢 就这样贺双青到18岁了 富有诗书契字华 在贺双青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来就长相清美的他 加上不同于乡村其他姑娘的气韵 本该有另一番命运 但没有文化的父母 对他这个贺家第一个读书人的期望 和村里其他女子没有差别 在那样的时代 最大的义务就是早点嫁人 早点生孩子 伺候好公婆和丈夫 那些所谓的才华 还不如长相之前 那年贺双青的父亲去世了 叔父便收了三蛋骨子的聘礼 做主把贺双青 嫁给了大十多岁的侨夫周大旺 周大旺的家境不富裕 除了租重的博田 上山打柴是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三蛋骨子对于周家 并不是一笔小的开销 这让早年就守寡的婆婆 对手脚纤细的贺双青很不满意 觉得这样一个冰央央的女人 并不值这个价钱 再加上周大旺在新婚夜 就迷上了贺双青的美貌 一回家就到处找媳妇 婆婆觉得这是儿子 要忘了娘的节奏 对贺双青更加怨恨起来 于是打骂贺双青 成了婆婆的消遣 奴役贺双青 成了婆婆的乐趣 她把贺双青当仆人一样对待 不仅要伺候她衣食住行 还要把家里的所有农活都承担了 哪怕贺双青生病 也必须要站起来干活 她还时刻挑剔着贺双青 贺双青为婆婆用心 做一碗红糖汤圆 婆婆却大骂她 放这么多糖太败夹 贺双青干活太累 在主舟的时候没忍住打了个盹 婆婆便抓住她的耳环撕扯 直到鲜血流得满尖都是 甚至贺双青捡来残缺的书本偷看 也被婆婆撕个粉碎 再连带一顿丑骂 那个一开始对自己稍有柔情的丈夫 在母亲的影响下 对她的痛苦视而不见 也露出了残暴的本性 对贺双青非打即骂 在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打压下 贺双青终时染上了瘧疾 但周家并不打算 在她的身上浪费钱去治病 甚至依然不允许她休息 这首用本写在少药页上的换西纱 便是贺双青婚后心酸生活的写照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丰收季节 她没有半点喜悦 因为她忙完农活就要赶紧回家做饭 即使已经忙得腰酸背痛 也避免不了责骂 很难想象贺双青是含着怎样的血泪 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如果她是一个从未读过书的妇人 或许这的生命本该就如此 或许还会讨得丈夫和婆婆的欢心 如果她是一个懂得撒泼的女人 或许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 不叫人如此欺负 可偏偏她是一个聪慧的女子 带着性格中的柔弱和读书人的一点骄傲 这让她做不到去讨好 也做不出反抗的举动 她的忍耐便成了众人眼里的顺从 更让人肆无忌惮 她心存美好却无法抵御生活的枷锁 只得把自己无人能懂的痛苦写在了诗词里 如果说童年去书馆的那三年 是贺双清最快乐的时光 那史真琳的出现 则让她感受到了被人懂得的幸福 那天几个文人去游山玩水 却在无意中看到了秀丽的贺双清从林中穿过 他们无法相信 这样一个气质非凡 婀娜多姿的女子 居然会出现在这乡野 好奇心使然 一路追寻后 他们才知道 女子更让人震惊的 是写的一首《七彻哀晚》的诗词 那用塑粉写在炉叶上容易脱落掉的词 终是被史真琳一群人所看到 也因此贺双清的一些诗词 才有幸流传了下来 那段有人懂的日子 是贺双清嫁人以来最开心的日子 清取儒雅的史真琳 成了贺双清灰暗人生里的一道光 史真琳对贺双清的生活很是同情 也十分怜惜她的才情 更是敬佩她的品德 但是因为封建礼教的约束 两个人即使心生情愫 也一直都是发乎情知乎理 许多才子书生 包括史真琳 也多次尝试帮助贺双清脱离困境 可种种原因世俗阻挠 终究以失败告终 直到多年后 史真琳中了近视 他来向贺双清报喜的时候 才看到贺双清留给他的词 终日思君泪空流 长安日远 一夜梦魂几度有 看笑辛苦此刻 也学村男村女 成婚焚香三叩首 求上苍保佑 天边人功名就 早些乱愁 应望却天涯憔悴 他生未卜 此生已休 这是贺双清去世前写下来的 虽然两个人一直都没有明确说过一个爱子 但是那份知音一样的懂得 一直被贺双清埋藏在心底 物是人非的遗憾 不过阴阳两隔 贺双清是受尽丈夫和婆婆的虐待 病重而死的 身后事也只是草席一卷 草草了事 在周家人的眼里 贺双清活着的时候是干活的好牲口 死了还能有什么价值 贺双清一生最温柔的岁月 就是遇到了史振林 怀着复杂的情愫 他在西青散记中 让贺双清做了女主角 把这个被困难淹没的聪慧女子 展示在了众人的眼前 让世代后人都得以知道 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 曾经盛开过这样一朵娇艳的红莓 史振林惋惜 财与貌至双清而绝 贫与病至双清而绝 但对于贺双清来说 后代世人对他命运的感慨 都已不再重要 就像他诗中所说 谁还管生生世世 朝朝暮暮 好了文章就为您分享到 这里过分的独立 过分的倔强 都会汇聚成为 去和孤独 埋藏在自己的内心 不妨迈出一步 与人沟通 与人帮助 或许呢 就会收获意外的温情和力量 我会收获意外的温情和力量 我会收获意外的温情和力量